大家注意看,山药,苹果,鸡蛋,把这三样食材混合在一起,瞬间就变成身受大小朋友最爱的美食,全程不用擀面,更不用揉面,做法比烧开水都简单,地里挖出来的山药去皮,切成均匀的小块,150克切好的山药放到绞肉机里,加160克苹果,加两个公鸡蛋,用绞肉机充分地搅拌均匀,尽量多搅一会,把里面的空气都打出来, 打出来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,再加160克面粉,加3克的酵母粉,用你的左手搅拌混合均匀 我每天都在分享简单又实用的做菜小技巧,如果对您有所帮助的话,请您帮忙点个小猩猩支持鼓励一下,谢谢您了 然后一勺一勺地摊成牛舌状,还没有凝固的时候,再加一点蜜豆,这样就不用加糖了,而且也非常营养好吃 为了保证完全熟透,闷的时候可以在边上稍微淋一点热水,松软香甜,好吃又营养 山药饼这样做不但香甜软糯,老人孩子都特别爱吃,做法是不是非常简单 喜欢就赶紧给家人安排起来吧